我只是去男生厕所小便下 就被在场男生嘲笑是女变态 只因我天生长相绝美 但实则是男生女相 笑话见到我都夸我长得很可爱 就连我去澡堂洗澡 门卫大爷都阻了我 思道谱 停停停 这是男生澡堂 你没看见牌子上写的字吗 大爷 我就是男生啊 总不能去女生澡堂吧 你别当我岁数大好糊弄 你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可能是男生 算了算了 这是我身份证 你可以看看 奇风也很无奈 一路走来都不知道被多少男生搭讪 天生就长这样能怪自己 当我第一天回到宿舍时 就把摄友吓得不轻 妹子 你是不是走错寝室了 啊 这里不是男请六号楼520宿舍吗 没走错啊 卧槽卧槽 有妹子来男请了 不是妹子 我是男生 是你们的摄友 这一刻 摄友们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兄弟 你看起来真的好像女生里 之前有没有尝试过穿女装 看 肯定没有 一个正常男生 怎么会女装呢 可惜了 你要是女装的话 估计比那传说中的四大笑话还美 面对赵武的问题 奇风试图糊弄过去 殊不知 在暑假的时候 奇风通讯录里面有一个猥琐大叔 想让自己一个男生 去穿女装拍照片发给他 奇风本开始拒绝了 但在一笔笔的超能力下 想了想自己贫困家庭 只能硬着头皮呆 哥们哥们 一会去餐厅吃饭吗 奇风摇了摇头 我需要看一下 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的兼职 准备找一份 大学里兼职吗 暑假工的话 大学一般可以去附近 或者校内的奶茶店做兼职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这时 最后一名室友推门而入 听到几人的对话后说 刚才我路过学校咖啡店 看到有需要招人的 哎 不对 我擦 咱们寝室 怎么有女孩子 我不是我不是 我是男生 只是长得像女生而已 我确 兄弟你这颜值 几乎可以秒杀小花了 要不咱们现在去那家咖啡店看看吧 好 出发 随后奇风来到这家咖啡店 你好同学 请问有没有兴趣来女仆咖啡厅工作呢 我可以一个月给你开一万怎么样 咖啡厅老板看到奇风的样貌后 眼前一亮 他经营的是一家以女仆为主题的咖啡厅 如果眼前的女生 要是来到自己女仆咖啡厅的话 估计可以吸引到不少人前来消费 我去 整整一万啊 自己暑假做兼职 也才才四千 这里高了整整六千啊 好的没问题 先给你讲一下基本上的工作内容吧 女仆咖啡厅顾名思义 需要女员工穿上女仆装 负责端送咖啡 每天刻余时间来就行 那个 其实我是男生 老板听后大惊 没事 男生也行的 虽然你是男生 但是穿上女装谁又可以分辨出来呢 可以 但是在工作的时候 我可以戴上口罩吗 小朋友还真是可爱 在女仆咖啡厅里工作 自然是需要戴上口罩的 我们去试衣服 如果没问题的话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这女装挺合身啊 喊声主人听听 难道老板 是想要给自己玩一些奇怪的cost吗 就像是之前的猥琐大叔一样 喜欢让自己穿着JK 娇滴滴地喊他主人 见其风好像想歪了 老板连忙解释 我们这边的规矩 就是喊客人为主人的 主人 其风就连声音也偏向女性 要不是他身份证上的性别是男 还有一些特殊部位 其风可能真的把自己当成女生了 你好同学 这边是男生寝室 女生静止入内 我不去男寝 难道要去女寝吗 大爷 我是男生 要是不相信的话 我可以把裤子脱下来给你看 观光 看来真是人老不中用 连男生和女生现在都分不清了 回到宿舍后 便看到满桌子烧烤 今天咱们就喝小麦果汁绝胜负 能来到京大的都是学霸 谁先趴下就是宿舍老四 以此类推 其风该到你了 这时其风拿着小麦果汁便喝了一杯 因为第一次喝果汁的缘故 脸马上红了起来 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宿舍三人同时受到了报警 以后我的对象要是有气风 一般那么好看 我也就知足了 果汁过三巡后 饭桌上的氛围也逐渐热闹了起来 李华 你说其风不会是女扮男装混进来的吧 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男生 而且别说男生 女生都找不出几个比他好看的 你离我远点 我有理由怀疑你是弯的 我就不信了 你们第一眼看到其风的时候 真的就没有一点点心动吗 没有啊 你个鸡老死远点 第二天一早 其风趁着室友还没醒 带着猫儿跑到了厕所里 拍了两张照片发给了金主 而此时 笑话收到照片后 不禁感叹道 这正是容颜果然还是这么好 没错 其风手机里的金主大叔就是笑话 但其风还并不知道 小妹妹你好啊 我叫苏蓉 其风听到了忽然一惊 曾经自己最喜欢的女孩子也叫苏蓉 之前初中毕业和自己表明心意 但因为无父无母导致的自卑 而不敢面对 选择了逃避 小妹妹在想什么呢 既然你当初选择做跑路 那就别怪本小姐不客气了 没有没有 只是你的名字和之前 一个朋友非常像 还有我是你 不对 男生 男生 怎么可能 这么可爱明明是个女生 让我摸摸下 软软的 你确定不是女生吗 当然是男生 可惜了 但既然你是男生的话 我可以追你吗 其风听闻大惊 不行不行 我要工作去了 先走了 来到咖啡店后 便穿上了女装 当店长看到其风穿上女装后 心中还是有些震惊 这哪是男孩子 这明明是一位 霍国殃民的女孩子 老板 来一杯冰美式 去把其风 来客人了 当其风把咖啡送到桌子后 才发现 这个客人居然是苏柔 不行不行 不能慌张 现在自己戴着口罩 而且还穿上了女仆装 她应该是认不出自己的 就在其风转身要走的时候 苏柔突然拉住了我 你干嘛 嘿嘿 让我摸摸 没想到你还喜欢穿女装 你个小男娘 认错人了 于是请你自重 我还要上班呢 从明天开始 我给你送午餐 到时候考虑考虑 让我做你女朋友怎么样 不了不了 谢谢 其风说完便溜走了 其风看到没 这是我对象给我送的便当 是不是有些眼馋了 我才不稀罕呢 不得不说 你穿女装 还真特别好看 简直甩我女朋友 八条街不带拐弯的 兄弟你真香 呸呸呸 我明明是男生好吗 什么叫甩你女朋友八条街啊 你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 呸呸呸 你应该还没有女朋友吧 我明天让我女朋友 多给我带一点便当 到时候给你分一份怎么样 谁说我家其风没有便当呢 当当 看 今天亲自给你带的爱心便当 怎么样 你可必须要吃哦 这可是我给你亲手做的 卧槽 苏小花 其风 你什么时候把苏小花搞到手了 没有没有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嘿嘿 我现在是其风的追求者 只可惜他不同意 喂喂喂 你可别乱说啊 哥哥若是觉得我不好看 直说便是了 何必这样敷衍妹妹 倒显得妹妹我自作多情 也是了 哥哥身子骨弱 多多休息就是了 妹妹如此催哥哥 倒是妹妹的不对 伤了哥哥的心 苏柔这一番茶里茶气的话语 震惊到在场所有人 没有没有 你很漂亮的 漂亮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做你女朋友 嗯 我觉得还是以学业为重比较好 毕竟咱们都还是学生嘛 不吗不吗 苏柔的哭声越来越大 我一关的吃瓜群众越来越多 别哭了 有事咱们回去再说好吗 可以 除非你答应我做我男朋友 行行行 我答应了 可以回去了吗 嘿嘿 那你记得把我给你带的便当给吃完哦 我奶奶终于走了 你要再闹下去话 我马上也得哭 终于下班了 苏柔这饭盒该怎么还给他呢 兄弟你好香 让我闻闻 那你的便当盒 谢谢你的午餐了 多少钱我给你 咱们两个都是男女朋友了 干嘛还需要还 要是实在不行你亲我一下 就当是午餐钱了 别了别了 多少钱我付给你 一顿饭钱而已 自己又不是给不起 希希 没想到哥哥还买有钱的吗 让我算算午餐的食材费用 菜徐村里的鸡 一只2.5万块 澳大利亚进口的猪排 一片4000多 还有鸵鸟蛋 以及空运过来的生蚝 月抹4万多 多少 难怪那盘鸡这么好吃 原来是菜徐村的鸡啊 感情今天中午的食材 都是香了筋啊 那哥哥是考虑给钱 还是亲我一口呢 现在苏柔对他的家庭了如指掌 肯定不可能会掏出那么多的钱 现在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钱 实在不行我慢慢还你 苏柔没想到他会这么说 然后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直接就 一小时后 西风的脸像是烧开的热水壶一样 老哥我自己守护了整整两年半的初吻 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了 嘿嘿 现在我们两个可算是还亲了 这么一对比下来 我好像那十恶不赦的男生 而你就是那个清纯的女生一样 好兄弟 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 学校里面有漂亮妹妹 不错不错 有漂亮妹妹可以谈了 哪坏消息呢 漂亮妹妹被另一个更漂亮的妹妹给谈了 西风你在哪 别忘记昨天我说的 一会咱们宿舍四个人出去聚一聚 我请客 现在来饭店吧 这就去 你是不是有毛病 一直扔我 哎呦旁边还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妹妹呢 之前没有注意到 要不然的话让这个妹妹陪哥几个一晚上 这件事就算过了怎么样 瞧瞧就这小胳膊小腿的 看起来就像是未经世事的白纸一样纯净 你他妈说什么 我说让这个妹妹陪哥几个一晚上 怎么你是聋了吗 之前赵我一瞬间直接把带头的领了起来 现在让你们滚 听到了没 连我的室友都敢觊觎 兄弟我看你是真饿了 大哥大哥放过我们 我错了 只见几个人灰烙烙的直接逃走了 而这时三人一脸崇拜的看起来 刚才那个人至少有2.5公斤重 你一只手就给提起来了 不说了 老赵以后你就是宿舍大哥了 第二天其风来咖啡店上班 然后又遇到了苏仁 我的小男朋友昨天怎么不回我消息 这小子在金楚号上还聊得好好的 当切换到自己号时 怎么也不回消息了 昨天晚上出去和朋友玩 没有看手机 小男朋友 说谎可是要受到处罚的哦 第一次骗我 我就先入碗你脑袋 下次的话你懂得 女扑咖啡厅因为其风到来的缘故 生意异常火爆 苏柔坐在角落里 时不时地看向前台的男生 一杯冰美事 你干嘛 想你了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一万 怎么了 要不我一个月给你开两万 到时候每天陪着我怎么样 我才不要 那我亲一口不过分吧 咱们两个现在可是男女朋友关系 我不 没等其风答应 苏柔便直接把其风口罩扒下来 然后狠狠亲了一下 昨天不仅仅是其风线上的初吻 包括苏柔 也是第一次亲亲 至于为什么那么熟悉 之前研究过一些 中午下班后 苏柔便把其风拉到家里休息 小琪 以后这样喊你怎么样 随你 可能是因为起来太早的缘故 其风不知不觉间 就躺在苏柔双腿上睡着了 这也太可爱了吧 我是不是已经爱上她了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上班了 这什么急吗 亲亲再走 总不能白来一趟吧 这时没等其风反应过来 苏柔直接上场了 面对苏柔这突然一幕 其风也是猝不及防问 两个半小时后 苏柔恋恋不舍地松开 空气中散发着荷尔蒙的气息 而苏柔脸红的也不正常 要是再待在这里的话 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 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男生而已 面对这种诱惑 我可不自信到 一定能把持住 那个那个 我去上班了 先溜了 果然是小趴菜 这就害羞了 看我明天怎么整她 咱我自己拿着就行 你先回去吧 好的小姐 一进门也不打招呼 自顾自的来到客厅里面 你怎么知道 我的家庭住址 这么晚了找我干嘛 当然是找你来玩 至于家庭住址 你猜 一个问题 直接让本就不聪明的小脑袋死机了 对啊 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 难道眼前的苏柔 就是初中毕业 向自己表明心意的苏柔 此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 浮现在齐峰的脑海中 我问辅导员 你的家庭地址了 太想我的小对象了 没忍住就过来了 只见苏柔此时熟练的 从我的零食柜里 掏出一袋薯片 然后顺势躺在沙发上 这动作熟练的 就好像是在自己家一样 一直盯着我 难道是看上姐了 没有 只是有些好奇 你为什么这么清楚 我家零食柜的位置 这么大的零食柜 很难不注意的好吗 齐峰背对的哑口无言 但其中肯定有问题 这么紧张干嘛 坐这 我又不会吃掉你 齐峰鼓足勇气 才在苏柔旁边坐下 而他则顺势将腿 放在齐峰的腿上 你盯着我的腿看什么 齐峰老脸一红 连忙将自己的视线转移 我猜没有 好好好 那小齐要不要摸一摸呢 一向涉事未深的齐峰 再次吞咽了一下口水 不要 我可不是那种人 嘿嘿 行吧 两人就一直待在沙发上看电视 也不清楚过了多长时间 苏柔有些困 苏柔有些困了的话 就赶快回家吧 困死我了都 等他回家后 我也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了 苏柔点了点头 是的 有些困了 那我先去睡觉了 好的 神经有些大条的齐峰没有多想 还以为苏柔要回家 谁知道 他直接走向了自己房间 齐峰才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你困了 不应该是回家休息睡觉 怎么跑到我的房间了 而且明明有两个房间 为何你知道 那是我的房间啊 我睡觉了 半夜可不能偷偷来我房间 大鼻涕 我猜不是 而且那是我的房间 你困了 不应该回家睡觉吗 才不要 我现在困到没法回家了 我先睡觉了 晚安 说完苏柔 就将卧室的门给关上 不再理会齐峰 在客厅里的齐峰 有些欲哭无泪 动得直发抖 看来今天晚上只能睡沙发咯 反观在卧室里的苏柔 可没有那么容易睡着 来回在齐峰的床上折腾 好烦啊 探索一下卧室吧 看看里面 有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我之前寄给齐峰的女装 都放哪里了 诶 这是什么 好像是齐峰的日记本 偷看别人日记可不好 但是我看的话 齐峰肯定不介意的 2014年4月1日 天气晴 班级里来了个漂亮的女生 错把我误认为女生 还和我做了同桌 2014年 应该是我刚转学那会 也是刚见到齐峰的那一回 应该是六年级 6月1日 天气晴 苏柔给我准备了一份小蛋糕 非常非常甜 比之前过生日时的还要好吃 7月4日 小雨 今天苏柔和别的男生说话 也不清楚 为什么心里特别难受 委屈的想哭 一整个下午 没有和她说话 回到家后 我将今天不舒服 和妈妈说 妈妈笑着对我说 自己喜欢上苏柔了 真奇怪 7月5日 小雨 我和苏柔和好了 非常开心 然而再继续往下看 苏柔脸上的笑意 慢慢流过 2016年 1月3日 小雨 爸爸妈妈出车祸 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妹妹 2018年 6月14日 情 苏柔看我的眼神非常不对劲 貌似要将我吃掉 但她脸颊红红的 不会也喜欢我吧 可自己失去了爸爸妈妈 而苏柔那么优秀 那么漂亮 肯定是自己想错了 6月15日 天气晴 苏柔今天竟然向自己告白了 她害羞的样子好可爱 可是家里面还有个妹妹 存款也不太多了 虽然没有接受她的心意 但也蛮开心的 要是我能再优秀一点的话 或许真的会答应她的告白吧 看到这里时 苏柔的眼睛已经布满了泪水 真是一个笨蛋 我只是单纯地喜欢她 又不在意其他的东西 天气阴 自中考结束后 我再也没见过苏柔 那个唯一令我心动的女孩 哎 齐峰这大傻瓜 偏偏想这么多干什么 我就是单纯地喜欢她而已 不在乎她其他地方有多不好 齐峰她初衷拒绝 仅仅是因为自卑 认为自己不配 本小姐那么优秀 肯定不会和她计较的 早上好 小琪 现在回学校吗 要不愉快 不了不了 我坐公交就行 你跟我来楼下看看 到了楼下 看到停在面前的一辆豪车 齐峰一脸震惊 早上好 这辆车怎么样 喜欢吗 嗯 挺好的 在车上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的苏柔 不知不觉间 离着齐峰的肩膀上睡着了 我只在手机里看到过的车 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 现在正坐在自己屁股底下 醒醒了 到学校了 苏柔不情愿地 在齐峰怀里蹭了蹭 感觉才刚闭上眼休息 下一秒就到学校了 我先回寝室休息一回 今天中午给你带吃的哦 至于晚上 也会给你做便当的 不用麻烦了 我随便吃一点就行了 达面 要不是太困了 苏柔都想要全天24小时 待在齐峰身边 需要抓紧时间 想办法和齐峰表明 自己的身份了 否则齐峰天天穿着女装 在别的男人面前 晃来晃去的 心里多多少少 还会有些别扭 到时候自己包养她 也就不会那么累了 两个人也可以安心在一块 咖啡厅里 一大早就可以看到 店长有些憔悴的命 齐峰仅仅只是请假了一天 店内的营业额 竟然损失了30% 很多男生看到 齐峰不在店内 甚至连进门消费的欲望都没有 齐峰啊 你可算来了 姐姐给你加工资 以后你只需要在店内待着 什么都可以不用干怎么样 每个月再给你多加一万 啊 我说每个月工资给你加一万 但是没有加期如何 店长非常紧张地看向齐峰 本来认为 齐峰离开一天没什么大事 但没想到 竟然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亏损了整整30% 简直是要老命 嗯 可以吧 今天运气这么好 上班竟然还加薪的 那就好 赶快收拾收拾换上女装 坐在前台就行 这哪是员工 简直是财神也好不好 小琪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吗 什么样的呀 我喜欢自立的 坚强的 当然性格要软弱一点 要不然的话 怕以后他欺负我 能够靠自己努力赚钱的男生 而不是啃老的 多帅啊 苏柔滔滔不绝地说了十分钟 齐峰总觉得再点自己 无论他说的哪一条 似乎都和自己挂钩 那样的男生 确实蛮酷的 嘿嘿 来亲一个 还没吃完饭呢 齐峰齐峰 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吗 别别别 你先起来 行这么大礼 我受不住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了 我答应 你说吧 你可以女装一次吗 让我在前女友那里 掰回一局 啊 齐峰以为自己听错了 好端端的 为何要让自己女装 我和他已经分手很久了 我给他拉黑后 不知道又在哪家了我 约我这周出来见面 顺便带上他的新男朋友 来打击打击我 齐峰 求求你了 实在不行 哥们给你磕一个 李华见齐峰犹豫起来 正准备要磕食 行行行 答应你了 明知是杨谋 那实在是没法毙了 自己总不可能眼睁睁地 看李华给自己磕一个头吗 这周六 已经约好了 到时候你们要愉快吗 李华的目光 早是寝食另外两人 人多的话 至少不会那么尴尬 那到时候凑个热闹 顺便看一下 什么档次的女生 竟然敢甩我的室友 我也会去 我也想看看 对方是什么德行 我要女装了 还是在室友要求下的 怎么个事 给我讲一讲 就是室友被甩 让我女装给她撑长面 苏柔在明白前因后果后 笑得合不容嘴 脑袋里也浮现出一个恶趣味 那会我跟你一块去 到时候先来我家 我给你打扮一下 还有聚会带对象不过分吗 应该问题不大 那就先这样说了 那个 到时候苏柔也想去 怎么办 可以啊 到时候 你说苏柔是你闺蜜就好 到达约定那天早上 齐峰一早就到了苏柔家 那 这些衣服 你随便挑一件穿 哎 你看着我干嘛 我换衣服你不出去吗 为什么要出去 我穿衣服你要看啊 苏柔没有回答 只是点了点小脑袋 经过一番口舌后 苏柔非常不情愿地离开卧室 多次穿女装的齐峰 对于女装也是非常熟悉 几分钟就将衣服给换完了 不愧是自己看上的男人 就是可爱 我要是一个男生的话 肯定会无可救药地爱上你 虽然现在我是女生 但也不耽误我喜欢你 来宝贝 咱们两个亲一个 不要不要 卧槽 齐峰 好哥们 现在真变成妹子了 弟妹好 今天晚上就借用一下你对象吧 好的 今天晚上我扮演的是其风闺蜜 看到颜值同样逆天的苏柔 李华心里五味杂陈的 怕兄弟过得苦 又怕兄弟开路 哟 李华 几天没见怎么这么拉了 你也彼此 本来以为你找了个帅的 没想到拉了头大的 什么叫大的 驴排的包包见过没 一个包是不是盯你一年的工资 苏柔没忍住笑出了声 一个房板的东西 还真好意思拿出来炫药 你懂什么 这一个包包两万块 你买得紧吗 殊不知他在素柔眼中 不过一个小丑而已 老公 谢谢你给我买的驴排包包 我还想要一个最新出的手表 你看可以吗 这才月初 为了买那个高仿的包包 几乎花掉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吃饭都成了问题 何况再买一个手表呢 但眼前这么多的人 只能先硬着头皮答应 问题不大 一个手表而已 等会就去买 你们两个是什么品牌的塑料袋 这么能装 果然什么样的货色 配什么样的人 一个高仿的包包 就可以把你打发了 我现在都有些庆幸 你提前和我哥们分手了 要不然的话 我还真有为他担忧 什么高仿的包包 我看你就是见别人用高档品 眼红了吧 比人性惊 你可以问问旁边的男生 当初给你买包 是不是在一家高仿店买的 那家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性惊 全国我爹有数百家这种店 怎么说 你快说 他说的这些都是骗人的 我这包包是真的 不不 还有你们两个可以滚吗 看小李离开你后 又找了个漂亮的女孩 你配得上人家吗 这时他们将目光 转移到棋风方向 无论是前女友 还是他旁边的男生 都震惊了 渣男竟然用这种手段骗我 今天要是收不到 两万的精神安慰费的话 我就报叔叔了 此时男生一连忙 两个人在一块 花了整整五六千 手都没签到 还要自己给两万 真是为难棋风了 到现在都还穿着女装 要是知道这么简单的话 根本就不用做那么多准备了 处理完李华前女友后 棋风一行人喝得烂醉 你干嘛 我没有喝醉 自己一个人可以走 我家的猫会后空翻 小琪要不要去看看 我要看我要看 那小琪你亲我一口 我就带你去看猫 怎么样 不要不要 只有女朋友才能亲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朋友 叫 叫苏柔 苏柔突然一惊 只有我女朋友才能亲我 其他人不行 我要回家了 一会苏柔就要担心我了 棋风说暗话就睡着了 而苏柔脸上 不禁再次浮现出笑容 第二天 棋风在苏柔床上醒来 我这是在哪 昨天晚上小白喝多了 还真是可爱诶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也不清楚是谁 昨天晚上 阴阴阴的要找老婆 还说她老婆叫苏柔 棋风听完 脸红的缩进被子 咱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你家里人真的同意吗 你都问多少次了 我现在给你看看 我家里人态度 我谈恋爱了 但是对方没钱 你们有意见吗 什么时候带回家看看 咱家有的事件 只要对你好就行 哇去 丫头你竟然还会谈恋爱 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和你爸都以为 你取向有问题呢 早生贵子 怎么样 都说了好多次 他们不会在意的 相信了吗 我信了 看来你在你们家里 地位很高啊 那可不 所以我再问你一次 你喜不喜欢我 喜 喜欢 我又不在意你什么架势 什么长相的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懂吗 棋风慢慢解开了心结 也明白了苏柔的用意 我喜欢你 从上学时 就喜欢你到现在 因为自己觉得配不上你 所以一直不敢接受你的追求 现在我就想说 苏柔 我喜欢你 次日她便在游乐园里 当众抱着我游行 当她把我放下来喝奶茶时 这时苏柔又动起了坏脑筋 我真蠢 我应该只买一杯奶茶才对 这样两个人就可以一起喝 不就相当于间接轻轻了吗 小齐 我这杯奶茶 好好喝 要不咱们换一下喝 没问题啊 说完 两人便交换奶茶喝了起来 哇 我在喝棋风喝过的奶茶诶 那是不是就算 已经在间接那个了 这时棋风看着苏柔在旁边傻笑 但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不对劲的事情 来 姐抱你去吃饭 我堂堂七尺男 要是让女生抱着的话 自己的脸面该放哪里 别逞墙了 你看看你的腿 走成什么样了 不就是去了趟鬼屋 又蹦了个急吗 我这不是 昨晚没休息好吗 才不是被吓的 这时苏柔 却一把将我抱了起来 好了别啰嗦了 赶紧走吧 两人在游乐场里 形成一道靓丽的风光 不少男生的目光 都被两人给深深吸引 渣男分手吧 我错了我错了 等会回家 我就做榴莲上半小时惩罚自己 你好 两人用餐吗 对 来一份情侣套餐 可 可是你们两个都是女孩子呀 点情侣套餐有些不合适吧 注意到店员怀疑的目光后 苏柔也不多废话 直接就用行动证明 现在可以证明 我们两个是情侣了吧 而且她是男生 店员一脸不可思议的看向其风 那个 我真是男生 好的 十号桌请坐 我今天就该请假休息的 现在居然看到两个漂亮妹妹 在我面前亲亲 都出现幻觉了 那这个邀请喊你拿着 明晚八点 邀请其风来小公园见 一个小小的惊喜 你就别问太多了 到时候就知道了 喂 小雅吗 是我 我需要你的帮助 苏柔你怎么了 我想给其风一个特别的惊喜 需要你帮我准备一些东西 好啊 说吧 需要什么 烟花 还有 苏柔和小雅详细说明了她的计划 第二天两人便去购买东西 你确定其风会喜欢吗 我相信她会喜欢的 她总是对未知的东西充满好奇 我家还有台投影无人机 到时候需要用不 要要要 这个正好需要用到 这个地方真美 其风一定会感到惊讶 我希望如此 她一直梦想着 能看到一场专属于她的烟花秀 现在烟花也已经布置好了 就等其风来了 哟 小奇你终于来了 苏大小姐发的邀请 我哪敢不来啊 可以启动了 只见这时 烟花全部燃放升空 照亮了整个夜空 随后一架无人机开始投影 小奇喜欢吗 喜欢 我一直梦想着 能看到一场烟花秀 没想到这一天真的来了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每天都办一场 只属于你的烟花秀 来来来 咱们来拍张合照 三 一 茄子 今天玩得太晚了 我要先去睡觉了 不然明天上班起不来 一听到上班 苏柔就有些头打 天天就是上班上班的 一个月赚的钱 还没有我一天花销高呢 不如一直在家里陪着我 小奇你一个月工资 是两万对吧 是啊 怎么了 说完 苏柔便给齐峰转了两个W 那这是你这个月工资 你明天赶快把工作死了 每天陪我玩就可以了 我会付你工资的 这钱我真的不需要 我上的月工资 现在还剩不少 我不管 明天你要是不把工作死的话 我就哭给你看 那你哭一个给我看看 齐峰好奇的目光 落在苏柔脸上 相处那么长时间 还没见过苏柔哭是什么样子的 现在这么一说 齐峰反倒是来了兴趣 呜呜呜 果然和电视剧一样 女生的情绪说变就变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明天我就去咖啡店辞掉工作 真的吗 那你可不能骗我 以后每个月给你两万当做工资 负责好好陪着我就行了 我该怎么开口啊 平常店长对我非常不错 又涨工资 上班还允许我睡觉 这种好工作上哪能找到啊 齐峰你来了 那么早上班 辛苦你了 本来有些疲惫的店长 在看到齐峰时 瞬间开心起来 毕竟每个人见到财神爷 会不开心呢 那个 店长 怎么了 有什么事吗 店长 我要辞职 店长的笑容瞬间凝固在脸上 就是我女朋友 说我每天陪她的时间不够 要让我辞职回家陪她 一个月给我两万 不是 你对象既然是富婆的话 怎么还来到小店内打工呢 她的对象店长是见过的 苏大笑话颜值这一方面没话说 关键是家里还有矿 我也不想辞职的 想靠自己奋斗赚钱 可我女朋友再三要求我 别上班了 陪她一块玩 我说不愿意 她就开始闹了 行吧 要是以后想要工作的话 记得优先考虑咱们店 没问题 对了店长 之前你提前预知 我的工资我现在还给你 我还没工作满一个月 这钱我拿不得 不用退了 记得以后再优先考虑咱们店就好 走在路上的齐峰 到现在还有些猛 没想到这么容易 就将工作给辞了 小齐你工作辞了吗 已经辞了 昨晚没休息好 我先睡一会去 嘿嘿 看来某人马上就变成小懒猪了 现在终于不用看着 疾峰穿女装在别的男生面前晃悠了 只需要每天待在家里 陪自己一块上课就行了 以后的日子还真是令人期待啊 当齐峰刚刚醒来时 就看到苏柔在和他妈妈打视频电话 要是让他的家长知道 我一个男生睡在苏柔床上了 会不会直接揍死自己啊 齐峰此时小心翼翼向远处溜走 生怕苏柔妈妈从视频电话里看到齐峰 但谁知苏柔看到我后 竟直接将手机屏幕对准了我 老柔 这个是你男朋友吗 让妈妈看看 阿 阿姨好 你好你好 年轻真好啊 这皮肤比妈妈年轻时都好看 老头子 快点看小柔的对象 长得可真水嫩 这就是小柔的男朋友吗 很好很好 天佑我老苏家 本来以为他哥不找对象就算了 还好有你 改天来家里做做 书亲自给你下厨做点好吃的 好的叔叔 下次有时间一定过去 你干嘛 你不是怕我爸妈对你有意见吗 正好我妈今天给我打视频电话了 干脆直接让你们见个面 那你也不能那么突然的将我介绍出去啊 我都没有好好整理一下 嘿嘿 你现在样子倒是有些像丑媳妇见公婆一样 才没有呢 话说为什么你家长见到我会这么开心 平常在电视剧里 豪门不是非常在意门当户对吗 门当户对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要是属于那种三流或者不入流的小家族 或许还真需要靠家族来联姻 但自己的家族属于很顶尖的 根本不用在意所谓的门当户对 原来是这样啊 至于你说为什么我爸妈看到你会这么开心 是因为我哥那个人喜欢花天酒地还很浪 不想被恋爱束缚 而我平常在外很高冷 看不上其他人 家里怕没人传宗接代 所以才会对你这么热情 现在懂了吗 疾风梦的点点头 明白了 嘿 小家伙 你应该就是我妹妹的女朋友吧 呸呸呸 你应该就是我妹妹的男朋友吧 对 是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苏柔的哥哥苏温 既然你是小柔的对象 以后喊我哥哥就行 你和我妹妹的进展怎么样了 是不是就要结婚了 还早还早 我们刚确定关系没几天 你们可要加把劲啊 我以后的美好生活就指望你俩了 啊 之前老爸老妈下达了死命令 我和苏柔必须有个人谈恋爱 直至结婚才行 哎 每天花天酒地的不舒服吗 非要见爱情的牢笼做什么啊 本来以为苏柔一辈子都不会找对象 不过还好有你了 你怎么来了 你和老妈一样 都是不吭不想的直接来我家 然后把我宝宝吓一跳 当然是看看未来的妹夫 看看在你这里有没有受到委屈 其风怎么可能在我这里受委屈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咱爸妈那边催得紧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你们两个一定要走到最后 我以后的幸福就要靠你们两个了 哎呦我的鼻子 不用你废话 出门又转慢走不送 你对你哥这么狠啊 他五行缺德 不用在意他 苏恩刚走没多久 这时又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姐姐你有什么事情吗 小琪可真会说话 阿姨看起来有这么年轻吗 我是苏柔的妈妈 你就是小柔的男朋友 是的阿姨 苏柔妈妈今天怎么会突然过来 自己一个男生待在他女儿家里 阿姨他会不会想歪什么吧 妈你过来干嘛 当然是看看未来的女婿咯 现在看过了 你可以回去了吗 你看你突然来这里把我宝宝吓一跳 还宝宝的 哟哟哟 小两口真会玩啊 我下次注意了 要是来的话提前和你们说一下行了吧 自己的女儿终于懂事了 知道找对象为自己老苏家传宗接代了 那个狗儿子 不提也罢 那个小琪第一次见面 阿姨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 要不然送你一家上市公司吧 齐峰突然一惊 那个那个 阿姨不用的 这有些太贵重了 齐峰见过第一次送礼物的 但没见过直接送公司的 你看阿姨第一次来都没给你准备什么礼物 实在不行 我把闺女的户口本送给你 让你们随时可以去结婚 齐峰大惊 但苏柔此事无比激动 果然还是自己老妈给力 直接说了自己一直想要说的正事 看在今天老妈表现不错的份上 就允许她在自己家多待几分钟吧 不 不用 我们俩的现在年龄太小 实在不行过两年 再结婚也可以 哎呀 现在大学结婚非常方便的 我记得在京大大一结婚 不仅有现金补贴 而且还会加学分 一系列本来就没有的补贴 从苏柔妈妈嘴中说出来 让齐峰感觉有些不现实 大一结婚真的有那么多好处吗 可我之前并没有听说过啊 那么多好处肯定要保密啊 对不对 趁着你们两个都在大一 紧早把正扯了 反正经大那边的校董 就是自己弟弟 什么补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好不容易到手的女婿 可不能让她那么容易就跑了 而且还是这种看起来非常老实 比自己女儿都可爱的 还得是老妈 我多次和齐峰说要结婚都没答应 而老妈一两句话便动摇了小琪 看来以后的日子 真是越来越有盼头了 你们两个怎么不搬到家里面的别墅 住在这小区做啥 小区离学校比较近 所以才住在小区里 要是搬进别墅内太不方便了 好了老妈 你该走了 你现在打扰我和我宝宝的生活了 好好好 妈这就走 小琪下次记得 让小柔带你来阿姨家玩 没问题 下次一定过去 第二天两人便来到了教室里 小琪 咱们两个是打游戏 还是睡觉 那当然是要打游戏咯 老基要不要打游戏 不了不了 我在和女神聊天 今天必须再接再厉 说不定过几天就可以牵到手了 你女神是谁 我怎么不知道 此时金友才看到楚宁后 瞬间紧张起来 喂 你女神到底是谁 昨天不是还和我聊得好好的吗 昨天晚上 我和金友才聊了整整一夜 明明都快要水到渠成了 结果金友才说他有女神了 难不成他是渣男 此时金友才脸越来越红 而李华已经看穿了他俩的心思 妹子 你说你和金友才昨天聊天过 而金友才昨天说在和女神聊天 这说明了什么 不就是说金友才把你当女神了吗 两个憨憨 那你口中说的女神是不是我 金友才紧张地点了点头 那你怎么不直接跟我说 吓死我了 你看他们两个 嘿嘿 像不像当初的我们 哪里像了 当时我的情商明明贼高得好吗 如果你又要说像我们两个的话 其实你傻傻地呆呆的 有点像金友才 只要有小琪在 我愿意一直傻傻地陪着你 你就是我女儿的女朋友吧 阿呸 你就是我女儿的男朋友吧 是的叔叔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女儿吗 叔叔我理解您的担忧 我会加倍努力的 说得好听 大话谁不会说 我就提三个问题 看你能不能答上来 没问题的叔叔 第一 一般情况下 偶像练习生需要练习多久 两年半 不错 第二 如果有一天 你不得不在 事业和苏柔之间做出选择 你会怎么选 我会选择苏柔 事业可以再创 但失去它 我的人生将不再完整 嗯 你个老头子干嘛摆出这副架势 我就一会不在你就这样 要是吓到我女婿 我跟你急 错了嘛老婆 我这不是为我以后在家庭的地位能提一提吗 这时 苏柔走了过来 当看到老爸头上的东西时 便明白了 老爸你是不是欺负我宝宝了 哪有 你老爸像那种爱欺负人的吗 让你头上的东东怎么解释 呃 哼 道歉 我道歉我道歉 女儿你别生气了 我这就打电话喊人把道歉礼物送来 哎 老爸你这手机我看用了好久了吧 要不换一个吧 现在新手机都好贵 我舍不得换了 这样啊 最近我发现 转转上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 我这台苹果13 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 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空调了 而且转转是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 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 上面的平板也挺划算的 推荐你也去转转 这么便宜啊 我现在就去看看 咳咳 贤 咳咳准备什么时候和我女儿结婚 你看我女儿 不仅长得漂亮 还是小富婆一眉 可遇可纯 不正是你们男生喜欢的这种吗 而且不需要彩礼的哦 咳咳觉得 苏柔爸爸在推销自家的闺女 但又拿不出证据来 咳咳考虑的怎么样了 叔叔再等等看 或许年后就结婚了 这小子是不是拒绝我了 不对 自己咳咳怎么能叫拒绝呢 肯定是在客气 今天我不仅仅是来看你们两个的 还给咳咳咳带了个礼物 当当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 记得通知一下 我和你妈就行了 之前我以为阿姨是开玩笑的 现在看居然是真的 小琪你看 实在不行 今天咱们两个把婚给结了吧 你看未来的岳父 都亲自上门给你送户口本了 要不过段时间再领证吧 不着急的 为什么啊 感觉就是现在有些太早了 等之后再看看吧 那好吧 到时候不准反悔哦 第二天一早 齐峰苏柔等人 一起转到了新的半截 教室内众多目光 看向了齐峰 卧槽 咱们伴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吗 扇我一巴掌谢谢 你特喵 叫你扇你还真扇啊 卧槽 他们两个不是贴板内贼伙的女生吗 这时一语点醒全班同学 卧槽 齐峰你上学校热搜了 精大的热搜可不是随便可以上的 不是什么特殊事件话 都不会上热搜的 一瞬间 齐峰有些怀疑人生 这下整个学校都把自己当做女生了 我丢 齐峰 我打小就看你能成大事 金友才下意识地想拍齐峰的肩膀 但看到她这么漂亮 还像女生就没有下得去手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你们的辅导员叫黄雅清 你们可以喊我清老师 欢迎你们来到京大 下面各位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姓小明黑子 同学们可以喊我小黑子 我擅长唱跳rap打篮球 欢迎大家找我一起打篮球 大家好 我叫苏柔 是一个比较文静内向的小女生 最喜欢身旁的齐峰了 苏柔一番话 直接让班级飞天起来 目光全部看向齐峰 大家好 我叫齐峰 是 是男生 不是姐们 你真是男生嘛 你看起来这么可爱 怎么会是男生嘛 你要是不信我可以把酷 把身份证掏给你看 那好吧 我暂且相信你是女生吧 在辅导员黄雅清 介绍了班规和日常注意事项后 便下课了 小齐小齐 咱们两个好像很长时间 没有亲亲了吧 今天不是刚亲过吗 什么时候亲过了 肯定是小齐你记错了 齐峰此时咽了一下口水 不行不行 我需要稳住到心 不能被迷惑 现在这个年龄 正是奋斗的大好时光 快吗快吗 就一下就一下 现在没有人注意到 咱们两个 你要不亲我的话 那就换我来了哦 卧槽 此时站在一旁的黄雅清 听得一清二楚 人家女生都这么主动了 你还是男生嘛 这么犹豫 就有种想要带飞全场 但玩的是辅助的无力感 当苏柔重新坐到座位上后 发现全班人的目光 都看了过来 你们在看什么 该干啥干啥 什么瓜都吃 只会害了你们 你看到了 就是因为你刚才磨磨蹭蹭的 才会被那么多同学给看到 不是 有时候我真的分不清 你们两个到底谁是女生 谁是男生了 身为你们的辅导员 我觉得还是需要给你们两个 科普一下的 你俩跟我来一趟办公室 都说大学老师不教谈恋爱 那我教 身为一个合格的辅导员 必须要好好地照顾 学生的情绪 弟弟 你也不想让那么多男孩子追你吧 你看你这么好看 学校男生这么多 个个都对你虎视眈眈的 西风仿佛想到什么一样 心中生起一阵恶寒 男孩子和男孩子 还是算了吧 自己取向还是蛮正常的 所以啊 你一个大老爷们就不要害羞了 相亲情报报举高高 不应该是女生提出来 而应该是男生提出来的 懂了吗 明白了 现在大学已经教得这么丰富了吗 难道也有教谈恋爱的课程了呀 在大学又不约束你们谈恋爱 如果你不谈恋爱的话 肯定会有很多男孩子追你的哟 就是就是 小琪你看辅导员都一脸期待 不给她展示展示吗 展示啥 黄雅清捂住自己的嘴 差点没有激动的尖叫出来 你看还是苏蓉妹妹比较懂事 我看齐峰你是一点都不懂哦 齐峰觉得两个人现在在合伙欺负自己 但又没有证据 从现在开始我宣布 大型校园偶像剧现在开始 丰我跟你说 今天赵舞可是要上台表演的 而且是压轴表演期待部 啊 是什么节目啊 难不成是唱歌吗 你就期待着吧 肯定是一场视觉盛宴 齐峰你看这两个学姐好好看 是啊 好好看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闻到了 好像是错味 这时齐峰突然想到了什么 然后转头一看 好看吗 他们腿还没有我的肠呢 没有没有 我只是好奇 他们要表演什么节目而已 哼 最好别让我看到你盯着其他女生看 接下来有请赵舞同学为我们带来一段表演 让我们欢迎他 音乐 这段舞蹈一跳出 震惊到了主持人和在场观众 不愧是压轴表演 确实有实力 有才 你这又换新电脑了呀 是的 那旧的电脑呢 旧的联想拯救者 我放转转上回收了1900多 向我换下来的旧笔记本 手机 相机啥的 都会约转转工程师免费上门估个价 价格满意 现场打钱 特别靠谱 总之听我的 二手回收认准转转的APP就对了 第二天一早 齐峰苏柔和往常一样来到教室上课 这天天上课也没什么意思啊 要不请个假带着小齐去三亚看海玩 心动不如行动 苏柔拿出手机便给辅导员发送信息 卿老师 三亚那边有点事 想请假一周来处理事情 在办公室里的黄亚青正悠闲地玩着手机 见苏柔发的消息后 愣问一下 去三亚处理事情 这不明显就是请假出去旅游的嘛 这点小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吗 没问题 谢谢清老师 对了 我还要带着齐峰一块去 不有问题了 可以的 还有需不需要给你们多请两天 一周恐怕不够完吧 苏柔见自己的小心思被拆穿后也尴尬起来 不用了 一周够完了 谢谢清老师了 不愧是清老师 我这么完美的借口都被识破了 真是对火宝呀 我说怎么觉得日子又平淡了不少 原来是少磕了齐峰和苏柔这对CP啊 现在就去实地考察下 黄亚青推开门 露出一个头偷看起来 但谁知看到苏柔正一脸满足地躺在齐峰腿上 年纪大了 就喜欢看甜甜的东西 小齐 我跟你说一件事 这时黄亚青突然出现把两人吓了一跳 没事没事 当我不存在就行 你们继续 我来磕CP的 对了 苏柔 刚刚你要说什么来着 就是咱们两个下午要准备出发去三亚 什么 去三亚 下午还要上课呢 齐峰摸了摸苏柔的小脑袋 这也没有发烧啊 怎么大白天说梦话 我没发烧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幸你问清老师 苏柔同学已经跟我请假过了 到时候你们可以去三亚散散心了 就这样 两人回到家后都带好各自行李便前往机场 宝宝 以后你要是想出去玩 直接和我说 姐带你坐私人飞机可快了 有多快啊 哎 啊我操 你看这不就到了吗 多快啊 这感觉像做梦一样 前一秒还在学校上课 下一秒就来到三亚了 好了好了 等会我喊个管家来帮我们把行李带回去 咱俩去海边玩 小琪今晚的月亮好漂亮啊 你看 这月亮确实很漂亮 哎 你在看什么呢 在看你呢 傻瓜 我又不是星星 哪有那么好看 在我眼里 你比星星还要好看 讨厌 你就会逗我 我哪有逗你 我说的可是实话 是吗 那你再说一次 让我听听 苏柔 你比星星还要漂亮 不行 声音太小 我听不清楚 见苏柔玩起小聪明 齐峰也不客气了 苏柔 你比星星还要漂亮 齐峰这一声 直接把附近的情侣 全部吸引看得过来 苏柔一时之间 又是惊讶 又是害羞 你疯了 这么大声 别人都看着呢 只要能让你开心 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 好好好 这么玩是吧 你要干嘛 你猜猜看 你干嘛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刚刚不演示吗 这叫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这时 齐峰的肚子 开始咕咕叫了起来 肚子乐了吧 走 回别墅内 我给你做一顿大餐 小齐你想吃点什么呢 我都可以 什么都吃 那好 家里还有点食材 那我做个章鱼小丸子吧 没问题 当章鱼小丸子上到桌子后 直接把齐峰惊到了 不是 苏柔你是从哪个角度看出 它是小丸子的 这章鱼小丸子不大呀 也就一颗 重达十斤的章鱼小丸子而已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齐峰陷入了沉思 这里面恐怕是 加了整只巨型章鱼 要不然的话 也不会那么大 快点尝尝味道如何 多吃一点 这就是咱们两个的晚餐了 两个半小时后 齐峰苏柔终于解决了 这个章鱼小丸子 这一下 齐峰未来一周 估计都不会再想吃章鱼丸子了 解的厨艺怎么样 非常好 就是下次换成小份的 就更好了